昨天中午马斯克的私人飞机在北京刚一落地 就传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新能源车企 符合我国的汽车数据安全合规要求 如果再有哪个公共场所禁止特斯拉进入 那就是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到北京后 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其实马斯克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如果马斯克不免费公开这些专利的话 就一定会面临倒闭 可能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但其实这句话就出自特斯拉 在特斯拉十周年的自我总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孤目不成林 单思难呈现 早在十多年前 马斯克就已经意识到 要想让全球实现能源的变革 那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车变成纯电动车 而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仅靠特斯拉一家公司根本就无法实现 最终面临的一定是破产失败 但如果把专利免费开放 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去做 那么这个使命就有可能会完成 而如今国产性能源车的崛起 也恰恰是马斯克想要看到的 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再反过来看 马斯克到达北京以后对记者说的话 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所以对于所有参与到这场变革的车企来说 破天的流量固然重要 但只有不忘记肩负的责任 才不会偏离正道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关注我我是散电 跟你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看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